在我們專注於潛在性發炎疾病 這個系列裡面包括了我們常見的 九糟性皮膚病、脂肉性皮膚病、敏感肌 青春痘伴隨刺激性皮膚炎 這些疾病裡頭我們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開始 就是一開始你就做了控油抗鬥 你知道我們皮膚自己會出油出水 然後再加我們的角質 最後它會乳化成我們的天然酸性保護膜 而天然酸性保護膜會造成你皮膚的滋潤 所以你去看你的脖子 我常跟我病人講你看你的脖子 你的脖子從來都沒有覺得自己又乾又油 粉刺又多又暗沉 可是為什麼你的臉又乾又油粉刺又多又暗沉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我出油出很多 其實並不是 就是當你開始控油抗鬥 你人生在十三四歲踏入第一步的錯誤 你控油抗鬥以後你就把毛孔塞住 然後這些控油抗鬥成分進入你的毛孔以後 刺激的皮膚 所以這時候你塞住了毛孔 你的油管很粗 所以油管可能一百個油管 還有剩下差不多三十個 可是你的水管也就是汗管很細 所以它一下就不見了 然後一百個汗管完全就死光了這樣 然後你的脖子還不斷代謝中 那因為你的油還在水不在 然後所以它就沒辦法乳化 所以這時候你沒有水沒有乳化 這我們之前講過你就覺得乾燥 然後你的油殘餘了三十 你就覺得好油 可是你的整個角質代謝 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覺得你又暗沉 然後又粉刺這樣 這時候你會做的事情通常都是給它保濕 跟那個 家用更多的控油抗鬥 更多的滲入更多的化學性成分進去 然後就使得你的皮膚的敏感現象更厲害 所以你的皮膚本來只有長青春痘 後來它就開始脫皮 脫皮完後你還繼續侮辱它 它就開始爛掉 所以你就發覺說我本來只是青春痘跟粉刺 後來我就開始變成敏感肌 敏感肌再過分一點 就變成這裡脫皮叫脂肉 這裡脫皮叫酒糟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強調說 酒糟要靠舒服舒壓呢 其實故事很簡單 你回頭想想 當你不斷的塞東西進去 你的皮膚其實還是要代謝 對吧 因為我們自己會出油出水 這是跑不掉的 那它就慢慢形成一個類似高壓的壓力鍋 想想你看 你用高壓鍋去煮一鍋綠豆稀飯 然後在你要打開的那瞬間 你是不是要先放一個泄壓法 你不放泄壓法一打開 就啪照的到處都是 就變成爆米花了 所以基本上一個大量發紅 大量長青春痘的皮膚 你要做第一件事是讓毛孔打開 這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 就是為什麼你要讓皮膚舒服 你要讓它舒壓 當你好好的重建它的酸性保護膜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去強調說 你要不要考慮給它一點安全的油脂 或者用橄欖油 或者用長期監測過的安全油脂 你讓它上去後 它的皮膚就會比較滋潤 滋潤以後 它可以重新去乳化它塞住 汗孔的角質酸 重新乳化它塞住毛孔的角質酸 然後這時候你的 汗孔毛孔稍微通脹以後 你就重建了你的酸性保護膜 於是你得到了你的乳液 然後你的毛孔得到通脹 於是你就開始紓壓了 這時候你的紅就可以退 這時候就要回到 我們怎麼會確定它的紓壓 分成兩段 一段是醫師面 一段是患者面 醫師面在做皮膚鏡的時候 我們拍皮膚 看到它的角質囤積很厲害 然後都沒有毛孔 我們就知道 這時候我們要幫它把角質清掉 傳統的角質清掉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去做雷射 你可以去做果酸 你可以去做一大堆有的沒有的 甚至你可以用刮刀 鑽石圍雕把皮膚清掉 可是我們選擇方式是 你用乳化的方式 就是你用安全的食用油 安全的監測油 去重新乳化角質 這個方式的壞處是它比較慢 可是好處是它絕對安全 你想想看你用雷射 你可能燒得剛好 你可能燒得過度 或燒得不足 你做果酸 你可能剛好弄到 可能剛好刺激這樣 可是你用食用油 你絕對不會刺激 你不管怎麼樣你都不會刺激 這就保障第一個安全 第二個在病人端 隨著你看到你的紋路的 逐漸出現 你的毛孔出來 這時候你長青春痘 你就不會訝異 因為以前你長青春痘 你會很害怕 可是現在隨著每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拍制度 你會看到你的毛孔 慢慢慢慢慢慢的 一個一個通脹 從沒有粉刺變成油粉 是從油粉刺變成乾淨 看到你的毛孔長出來 看到你的紋路出來 看到你的皮膚代謝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 跟病人溝通的最好方式 這就是肌膚建設